二舅 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这明显是姓罗的故意刁难你了 就是嘛 二舅 你想那黑人 那是什么铁格 什么块头 什么人种啊 虽然咱这块头也不算小 可是人家是泰森霍利菲尔德老家来的 菲洛 不是我对您没信心啊 是实在是 要不然咱还是算了吧 二舅 是啊 二舅 您还是别蓄了 大不了这保险咱不签了 对 不签了 不签了 那不签了 好了 好了 别劝我了 别忘了 人家可是客户 客户就是上帝 客户既然提出了条件 咱就得接受 况且我已经答应了 无论从公司的利益 还是我个人角度 我都不可能做缩途乌龟吧 那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虽然不会打架 但是我气势上还是要压倒他们的 对 对 对 我们跟你一块去 一块去 行了 行了 好意我心领了 又不是去打群架 不是比赛吗 再说了 非洲佬有那么可怕吗 别忘了 二舅可是山东人 我们山东是出好汉的地方 二舅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 好了 都忙去吧 等着听二舅的好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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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件事 先别跟白部长说 喂 上车 白部长 上车 不是 那咱俩不顺路 我有点事 我想亲眼见识一下 大家心目中的二舅 是如何跟客户进行拳击外交的 不是 白部长 我去 怎么 怕别人看到你的丑态 我有什么好怕的 走啊 可以开始了 开始 是 好 走 走 好 走 老非洲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老旧太恨了 他也跑入了屁股 翻译 这个严先生实在是太将了 不叫他打 他非要打 你们瞧瞧 把我主人打成这样 还不算 还要再打 保险向前就前呗 何必要这样打呢 住手 我不要打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干啥了 别打了 别打了 老爷 你怎么样 没事 你看 抱酒吗 何苦呢 为了几份保险 要不要 送你去医院看看 老爷 干啥 没当演员 有可惜了你 老爷 我都留给她的东西 拿给她 这啥时候你还得死 这东西 这东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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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罗相争太荒唐 一个残来一个伤 人生跌宕自无常 你大爷的莫太狂 你大爷的莫太狂 万一哪天横货来 不如保险避喊娘 要你看 都啥时候她还揍我了 你能当 但是 我跟你说 这种男人 我不能跟她交往下去 我跟 都说 着火了 谁 哪 我你 疼吗 疼吗 不疼 二舅 你说你跟罗英达 以前到底有什么瓜哥呀 他怎么老这么真理 人这一辈子 总能遇上几个贵人 也总能碰上几个贱人 听白部长说 你去应战那个黑人保镖的时候 还来了两个女的 根据白部长的描述 应该是当当的妈妈吧 她怎么会在罗英达的家里啊 我饿了 莫莫 帮舅做点吃的去吧 无聊 怎么了 谁啊 是当当的舅舅 陶无敌先生 每天发写无聊的短信 不是张爱玲的经典语录 就是习慕容的缠绵小时 这小子最近在忙什么呢 你 还没见到这一年 我让你终于过一永久的 对我去避免